瑞税香农会推广109年度有机农业行销及食农教育计划 今年特别结合串联的学校资源 为家政班开办一系列产地到餐桌的烘焙课程 在开课这一天老师特别以瑞税鲜奶为财 教导班员们制作重磅起司蛋糕、巧克力康斯等糕点 家政班员认真学习烘焙出在地农产特色糕点 让人失职大动 在老师边说明边示范操作后 瑞税香农会产地到餐桌烘焙课程也正式开始 每个家政班的成员分工合作 称重塞面粉加上糖、鲜奶以及鸡蛋等食材 一起放入机器搅拌 准备学做重磅起司蛋糕 因为也是一个兴趣 虽然很忙了 但是为了让这个知识 能够让自己都知道一些怎么去做糕饼 也能够回馈到自己的家人上面 觉得不错耶 有男生加入 可以让整个更和谐 男生也可以做家事 出众的工作要不要给他做 对对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后疫情时代 瑞税香农会重启家政班年度研习训练课程 这一次特别结合学校餐饮资源 由老师带领班员 将地方农产特色 如蜜香红茶、鲜奶、火纹蛋、柠檬等农产品 融入在烘焙课程中 学员们认真操作也开心地学习 我们的姐妹们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差别我就差不多耶 都很可爱 只是对学生的话 可能会要求比较严格一点 因为妈妈他们可能是觉得有兴趣来学 可是孩子的话 可能是未来是他们的工作 所以可能在要求上面会比较多一点 老师配合农会 有机农业行销及食农教育计划内容 规划了一系列烘焙体验课程 深受班员们的喜爱 也肯定研习训练课程的规划设计 这个老师真好 这个老师很棒 真的很棒 玉里高中老师很厉害 我们这个指导员请对人了 为了提升农村妇女专长 提供更多元化的食农教育体验 日识江农会这一次特别规划 五天的烘焙研习课程 希望能够让加征班学员 做中学学中做 体验学习的乐趣 那今年度就是请到 玉里高中的老师叫简慈怡 很感谢他精心安排了 五天的课程 给家政妈妈来做学习 每一堂课都有不一样的变化 然后也有添加我们在地的食材 譬如说蜜香红茶 或是凤梨或是南瓜之类的 都可以添加到我们的烘焙课程里面 去做变化 从产地到餐桌的烘焙研习课程 今天开课首日 就适应了三个家政班 共同来参加 接受五天的课程训练 要烘焙出在地农场特色的好滋味 记者是欲蓝瑞瑞采访报道